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 石頭平術 八九六四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我個人的經歷 我個人在八九六四期間的經歷 然後趁了一些其他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因為他經歷的時間蠻長的 所以我相信朋友可以從 你要查可以從各種渠道都可以看到 但我個人看到的代表我個人的 只代表我個人看到的很窄的那一面 所以呢 怎麼說呢 八九六四真相要在共產黨倒台 或者他倒台的過程中 我們會看到的 跟大家分享這期節目的下半部分 六四之後分為兩派 他說一二九一代和馬上打天下的王振鄧小平 他們的心態是非常不同的 一二九一代應該是 是這個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學生運動之後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主要是文官 包括趙紫陽 而王振鄧小平的一代是殺人過來的一代 打江山做江山 江山不是人民的江山是我們共產黨的 其實習近平現在的做法是同樣的心態 江山是我們家的 你們連孫子都不配 紅二代確實是這樣 六四之後 這批同情學生訴求的高官 基本上都被審查訴清 失去了黨內的影響力 李瑞當時差點被雙開 中顧委成立了抓案組 不停地追查 趙紫陽是怎麼回事 民盟是怎麼回事 中顧委三分之二投票決定 把四個人開除出黨 就是不給黨員登記了 報到陳雲那裡 陳雲認為不合適 後來伯一波傳達說 這些事就一風吹了 才把他們放 一個殺人的鄧小平 當你相信他改革開放的時候 你是最大的蠢大 他跟你說改革開放 說你是缺性眼 有病 不這麼玩你 對不起你 就是今天的場面 這裡沒有水分 沒有造謠 因為有人污名化民運人士 和學生領袖 可能其中有些誇張部分 所以有人懷疑可信 但李瑞不一樣 他從來沒有希望 給別人看他的日記 就是把自己看到的情況 記錄下來 在講有關學運領袖 和民運人士的時候 太多人是站在利益的角度 那包括他們自己本身 也在利益角度 所以這是我跟大家說的 當沒有在生命認識上的時候 是個可悲的 是相當可悲的一點 那在現在香港的那些官 很多在六四的時候 都表示了對共產黨的憤慨 相當憤慨 那後來他們都成了共產黨走足 對不對 所以你別看他什麼天主教徒 這教徒那教徒 你可以看到 在共產黨魔鬼式的這種 這種誘惑之下 他根本就是 他很容易就背叛 他心目中的宗教 不叫信仰 李瑞呢 在北京去世 女兒 李南央 獲得父親授權 處理他的日記 但李瑞的第二個老婆 在北京法院提出訴訟 說自己才是繼承者 這個東西 就他第二個老婆的訴訟 就是個玩笑 我不開玩笑 就是個玩笑 你看到就共產黨那一套 邪惡那一套 他的非常的陰邪下賤的那一套 包同 昔日的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秋圖 他說一生一事無成 包同的文章不是記述當時的 他很少記述了當時的情況 因為他很早就被抓了 所以大概他就是一個闡述的概念 他在講他被抓 後來的反思的過程 所以跟李瑞那個多少有點差距 赵紫陽失去了鄧小平的信任 包同是在五月 二十八號失去了自由 九二年三月 宣布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的職務 開除出黨 同年被判七年 泄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罪 被判七年 九六年刑犯釋放 在北京長年被監視居住 那個人生活受到了壓制 對他進行了專訪 六四前後中國政治格局 鄧小平在六四的角色 以及相應的討論 那今年八十七歲的包同 坦誠今生一事無成 我相信跟他的命運有關 跟他的環境有關 對吧 你今天讓習近平你說他一事無成嗎 對吧 他我將我我 我將我 那你跟薄熙來你說他一事無成嗎 薄熙來一直在他認為他有機會翻身的 所以在20122013在審他的時候 他突然當庭反了 對吧 塑造了李與和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包同是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概念在裡面 他失去了權力 其實他自己也講過 如果他還在權力中的話 他很難說自己能否抗爭 能否抗爭共產黨 這種誘惑 能否認清共產黨 他自己也信心不滿 我覺得是一個蠻坦誠的一句話 在談六四意義在哪裡 對普通人還需要知道六四嗎 他說知不知道不重要 重要的是應該以人民為主體 對六四進行反思 大家都來談真相 談教訓 這東西不叫教訓 我覺得叫真相是真正的 反思是真的 但反思的基點在哪裡 應該在生命上認識 而不是政治上的一切 而不是政治上的一切 六四之後改革不前 那趙子洋曾經做出的設想 全都被推翻 你如何看待六四 與中國政治改革的關係 鄧小平起什麼作用 我個人覺得沒有任何意義 我個人覺得 這問題都問的沒有任何意義 即使影射現在 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要知道六四的真相 要知道共產黨的邪惡 而不是什麼改革開放 改革早已經死了 根本不存在 鄧小平六四表示支持政治改革 六四之後說過 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敢 在你看來 政治改革還是啞然而止 為什麼 鄧小平有一個算一個 他誰都不信 跟當年毛澤東一樣 他同樣玩死他們所有的人 包括江澤民 就這麼回事 所以他知道 作惡多端 在他死的時候 他連骨灰都不留 這是鄧小平真正的邪惡 你曾經提過六四是鄧小平政變的說法 既然公認的最高領導人 為什麼鄧小平需要採取政變的手段 來解決問題 這是講當時的狀況 他有中央國務委員會 包括李瑞士 所以當時的趙子洋也好 胡耀邦也好 就是傀儡 但是傀儡他是在前面的 對不對 清朝的皇帝後來也是傀儡 那只能被這個慈禧給幹了 他就是這樣 那皇帝是在那兒 慈禧把他幹了 敲不敲政變 我覺得跟鄧小平說法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談論太政治了 這個文章寫得很長 但太政治了 鄧小平曾經支持趙子洋 和推進的一系列改規 你認為鄧小平對趙子洋的態度 轉變的關鍵在哪裡 失去了權力 失去了他的驕傲 失去了他的貪婪 失去了他存在本身的那一份自戀 所以政治的問題 我覺得在今天探討到共產黨生命的問題 是落在政治基點上 很淺薄 很可笑 鄧小平要趙子洋下台 是基於個人考慮 還是站在保黨的角度 沒有黨 他沒有鄧小平的權利 你說到底是為他自己 還是為了共產黨 黨是扯淡的 人人都在用 包括今天的習近平 你說他是保黨 是黨保他 他弄了這一套 用黨可以 用黨的概念 可以殺掉所有的人 但他 但他人人自卑 而他就他自己來講 他卻保著黨 所以沒人相信共產黨 他自己也不信 你說叫保黨 還是叫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章寫這麼長 就是今天包括BBC的記者 也不過如此 你自己有沒有反思過當年政治體制改革 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他沒有軍隊 很實在 對吧 他沒有軍隊 軍委主席是鄧小平 那鄧小平想塑造自己的光輝 那你說怎麼辦 六四是中國一直禁止的 你認為何時可以公開討論六四 那共產黨完了就能討論 討論六四的過程 是向人們展示 共產黨邪惡的過程 認為習近平如何 以人民為主體 如果他相信人民為主體 那還講以人民為主體 幹什麼 至少說明他還沒有忘掉 以人民為主體這個字 我覺得這話 應該話是這麼回事了 包同其實一直很支持習近平的 但是呢 我相信最近呢 他已經不行 最近一年來 習近平的做法 我相信對包同同樣是沉重的打擊 而對所有人可以看到 只要依附共產黨 這個生命的本身 就表現出共產黨邪惡的品質 那好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